梅南德斯兄弟在比佛利山莊的豪宅中 枪杀双亲的案件已经过去近35年 周四 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贾斯康宣布 将建议法官重新审判 让兄弟俩重获自由 谋杀罪通常会被判处25年 但他表示因为两兄弟犯案时未满26岁 所以有资格立即假释 由于兄弟俩行凶后 从双亲的财产中一口气花掉70万美元 因此检方断定作案动机是为了父母的资产 然而兄弟俩称 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再继续遭受父母的性虐待 近期DDI里克提到的犯案八个月前 一封描述虐待行为的性浮出水面 未来30天里法官将决定是否接受贾斯康的建议 如果接受 兄弟俩将可能在11月26日前出狱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李珍奇 洛杉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食の妇 谢谢大家